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Lecture 2 第二章里面的 所谓Computer Software 那我们前面有稍微简单的介绍作业系统 这一章大家还是会介绍一些作业系统的一些想法 就是它里面有使用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概念 什么样子的机制 主要会去看这个东西 但是另外我们也会开始 让大家写一些程式 所以我们会 使用最简单的作业系统是DOS 然后利用这个它的 批次档叫batch 点bat的档案然后去写一点程式 好那我们的outline就是会介绍一样跟前面一样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 电脑他讲电脑他就只会0101 那最后一起输出 这些电压 然后变成一组 数字嘛 那这一组可以是 8个bit 16bit 32bit 或现在 最新的就是64个bit 那所以这个数字 接下来叫做编码 那 最传统我们在 在看那些文字啊 不管是1234或者是abc那文字 其实都是一个编码 所以我们这堂课一直在讲 从硬体到软体以后还有一大堆的这个编码 那这编码比如说前面讲的 负数也是一个编码 所以我们会讲的编码 arscical嘛 然后简单的看一下那个档案系统 然后 然后接下来就进到那个编辑器 文字编辑器或16位 16 层次的一个架构 structure 然后最后再稍微讲一点这个系统的一点 一点那个 软体 好所以在作业系统里面你们会看到档案对不对 那档案里面会有档案内容 那这内容其实大部分是二金位的数字 那只有 有些很很少部分是怎样 是文字档 所以你看他所谓的档案对不对 档案他总是怎样总是二金位的数字 都是二金位数字 那如果说这个二金位数字他讲他是要用来这个 表示文字档character 那他就要按照一些编码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 编码可以是编成指令 ES1档可以编成 Data 比如说 字串就是这边讲的这个 arscical嘛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二金位的数字呢也可以把它编成文字 那所以他的档案内容呢看起来都是什么 都是一些数字 都是binari code 看起来很很像 但是 但是真正的要区分这个档案是文字档或这个档案是可执行档 我们就 在Windows系统里面就讲 就有所谓的 副档名 副档名就叫做 Extension name 就是他的 档案副档名 那如果档案副档名 后面是点 ese档 那这时候他就会把这个编码 他里面就有这个 指令 跟什么 跟这个Data 就我们前面讲 就是 有时候是数字啊 有时候是字串 所以会有 Operation code and operand 这是指令跟什么 跟被运算的数字 那如果他编码后面是 说错了 如果档案 副档名后面是点 Tst档 那这时候他就会去 去参考一个编码 叫ASCICAL的编码 对于那个数字可以翻译成这个文字 然后文字再画在荧幕上给你看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是 画出来 所以 这些 文字啊或者一些符号 都是画出来给你看 那一般 一般而言如果他的 副档名是DAT的话 他里面大概就是一些 资料 资料有时候是影像的资料 有时候是 某些纯取 因为用成 用成这个文字档 其实还是浪费 浪费空间 浪费答案空间 所以 很多人就用成DAT档 就是他把它在 在压缩 或怎样变成一些数字 然后再显 就是 他自己读取 显示给你看OK 那你去看这个 答案内容 就看不懂 所以这个DAT档 这个意思 那 如果你要怎样 如果你要这个 表示成这个 文字档化 其实早期的表示方法 是怎样 用一个byte 用这个0到25去表示 Azticom 但现在因为 我们有 世界各国不同语言 像我们用这个中文字 所以他就需要一个什么 两个byte 扩大的这个 编码 所以他是 用0到65535 然后去用unicode的这个方式 去编码 所以后面我们 会用两个byte 看到中文 那不过我们大部分写程式都是用英文的所以都是用一个byte 用Azticom 好那这 这一页就秀给你看Azticom 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些数字去放 这个你的 内容的话 比如说你你你你放 这个 这边有 10经纬跟16经纬 一样就电脑 他都是2经纬然后你 把他弄16经纬比较短 然后人类读都是喜欢读10经纬 所以你这边看到有一个10经纬就Dc 16经纬hex 那如果他16经纬是61 就是 就是10经纬97 那他就是a 所以他就按 他就是写数字 比如说他现在写abcd 他就写 这一个byte是97 这个byte是98 再下一个byte 99 再下一个byte是100 那你读起来就是abcd 小写的 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然后 对应到什么对应到文字 然后再来就他利用这个副档名 如果是.txt档 那他里面内容就都是讲 几乎都是这种正常的 这个文字范围内的编码 他就一个by一个by去 去这个解释 那他你也可以讲 你也可以 把他变成中文字 他有一些 一些参数 他就会把他解释成中文 中文字 所以这边同学可以稍微 看一下 比如说 大写的a 是实境位数字的65 然后一直到 大写的z 是实境位数字的90 那小写的a 是实境位数字的97 那如果是16境位是61 后面写个h就代表16境位 那如果到小写的z的话 是实境位数字的122 那实际上他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大部分都是欧洲的一些 特殊的字员 他编在这个128以后 128以后 一般来讲如果是 大部分会使用0到128 128以后大部分就是比较特殊的这个字员 比如说你要 写那个 多少ansom 在这边可以找到 这个i的这个符号 那甚至你要画 画这个 外表框框 早期的话都是用这些符号去画 画这些外表框框 因为早期其实是那个图形 那个 影像 他讲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他都是用这个文字去拼 拼出那个图案来 那最前面一般的也不太用 就前面这个0到31 这边的 都是控制码 有时候是控制那个印表机的 比如说 或者是控制你那个 显示荧幕上换航 然后对齐等等这些 这些控制的码 好那在作业系统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样 就是要 维护你的这个档案对不对 因为你常在不管你做任何计算什么 你最后要做一个存取 要写下来 你就要 怎样写到你的磁碟机 硬碟机里面去 之类的 或者甚至写到软碟机早期的 或者现在 可能还有看到就是那些光碟 可 可写入的光碟片 好那他 总是要闲去说他有一些安排 对不对那这安排 就是说这档案怎么写进去 然后他的档名放在哪一区 那这就有所谓的 FAT 就是档案的这个 使用的一个表格 FAT Fire Allocation Table 那 其实这个东西大家 最早 就是一样是从这个 磁碟作业系统DOS开始出发 然后他就定义了一些 这个表头的方式 FAT12 FAT16 现在大家用的是FAT32 跟NTFS 那他的这个 资料结构是用Link List 用那个连结的方式 那 实际上是配合最早期的发展 一开始是这样 先使用那个 软碟片 就最早还没有硬碟的时候 用软碟机 那这软碟机 就是占据了A槽跟B槽 所以现在同时看到都是C槽 就是主要是 早期的话会有软碟机 那这软碟机 更早的话是最 比较大的是5.25吋 后来有缩小 那他里面的配置 因为他在旋转 所以他会有什么 他会有 几边 one side 或two side 就上面一面 或下面一面 就有两面 那每一面有 40条 轨道 他就一圈一圈 从大圈到小圈 一个轨道 然后一个轨道里面有什么 有8个区 8个sector 然后呢在每一个sector 又放512个byte 所以他讲他有总共会有多少 160kbyte 那他那时候就规定好 这个boot sector就是启动 如果你放软的一些进去 你要做开机 他一样会去读 读他的什么 读他的第1轨 第1轨 然后他的 一开始的地方 就会什么 就会有一些 这个程式让你启动这台电脑 所以这是最早期的一些 设定然后后面都沿用这些概念 然后再 再架设你的这个硬碟的资料 那后来变FAT32 演变到最新的 演变到最新他是把那些track 那些东西把它拿走 他变成是 sector的概念 一个sector 那一个sector他是分为 8个cluster 每个cluster有512 所以他 一个sector是4096byte 现在大部分都用sector 所以你 你如果在那个 Dose4创里面打CHKDSK 他会告诉你说你有多少个sector 那每个sector当然就是这个 4096byte 你就算一算你就知道说你的 磁碟基硬碟有多大 所以 这个是从早期一直延伸到后面 然后他的资料结构也都是这样 他在讲他在低轨的地方 现在也是一样 在最前面就放什么 放你的 档案的这个表头资 资讯或者甚至开机的这些资讯 叫做bootsector 是在这边 那他可以在里面 找到你的档案 然后找到档案以后他是一个 linked list的data结构 所以在这边他会放一个位置 位置让你去找到什么 找到第1个sector 档案储存 他不是乖乖的 他其实会 random 会在实际上的那个硬点里面会 会跑来跑去 所以他先 连接到这个sector 然后再来这个sector 读完这个data以后 又连接到下一个sector 所以你看他并不是 按照这个 顺序去存取这个data OK 好 那 再来的话就是说你的 磁碟机 然后你的目录还有目录下的档案 他的规划 磁碟机的话就是说我们 前面讲说最早是把A跟B的这个 磁碟机是给软碟 然后所以你的硬碟是从 C开始编号 所以为什么你去看你的 那个 电脑里面 他就从C开始编号 那后面不管是USB disk 或者是 CD-ROM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插那个插入式的这种 就是plug and play 就是你一插上这个USB disk 他就开始可以使用的这些 啊 啊 寄存取的装置啊 都是编号都是在C后面以后的这个 这个编号 那 如果你讲你有一个disk的话 他的什么 他的 根目录 根目录就是我们讲的 C冒号下 就是根目录 他就开始这样开始有 所谓的目录跟档案 然后你进到 这个 目录之后 之后就进去 CD到那个目录名称以后 然后你又可以看到 又有 又有什么又有目录跟档案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树枝状的什么的资料结构 那就我们后来下一个指令Tree Tree他就会整个列出这个你的 从这个目录以下 所有的目录跟档案的树枝状结构 有档案的话你就要去编辑他 所以你就要去下载编辑器 所以他叫做edit 你看到 所谓的编辑器都是edit 只是这编辑器有些 编辑文字有些是直接编辑这个16进位数字 如果你是很厉害你可以写那个机器码机器语言的话 你就直接编辑那个数字 那我们介绍的这个 编辑器是用 PSPAD 那也可以用Nopad++ 就是这两个都是大家常用 我有另外拍个影片就教大家如何去下载然后去install PSPAD 所以你可以去 install最新的版本Latest version就是最新的版本 然后你可以去试试看 去玩一下你的那个那个软体 那最后我们就会怎样就会去 这个 利用这个软体来编辑程式 所以大家要先使用 那另外就是你install完以后就是check一下你实际上 他所放的位置上面就会在C貓下的Program file下 那如果说他32位远的话就会放到这个 X86如果他是64位远他就会放到直接放到Program file下 所以这个是 就是有一个规则你可以稍微check一下他所放的位置 那PSPAD的话他可以编辑这个TST档另外他也可以直接 他如果读到ESD档他会直接帮你用16进位数字的 编辑器去看到内容 或者看到这些数字啊除非你知道那个数字对应到哪一个指令 你才会知道他在执行什么 好然后就请大家使用 这个 啊 PSPAD去看好那你也可以去转换好比如说你 要用PSPAD你可以把它转成16进位去检视一个文字档你就会看到什么 阿斯基科码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大A 对应到的16进位数字是多少 那小A好像是61H嘛 90几 你可以去一个一个比对一下他当然 右边那一栏是 是他的 画出来的符号然后 左边这个比较大的地方是16进位的数字 那同样你也可以用HEXEDIT去看这个16进位的这个数字 那另外有一些程式大家自己去 去下载 比如说他有一个就压缩了 WIN RAR的压缩那个就主要是说你在 上传如果有一些档案他是 这点ESE档你没办法上传那你有时候就要利用压缩的方式 把一些一些这个 档案把它压缩到这个什么 ZIP档或RAR档案 然后再上传才不会这样才不会被 Block住你会没办法记系没办法传档 我现在因为 越来越困难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没办法传ESE档你可能必须要考虑 传所谓的 原始码原始码比如说点C啊或者是 点HTML或者点 反正是文字档的 他就 不会造成一些伤害的一些档案 所以这边 压缩档同学有空 记得去 下载 如果是Windows本身就有ZIP可以可以压缩 但是如果你要压缩成其他档你就要去下载其他的压缩档 好 那所以呢你最后就了解到 档案内容总是Binary code都是二进位数字的 他就看你怎么去编码怎么解释他 这个就是 使用这个 啊 所谓的 16进位数字的 编辑器 Hexodecimal Edit 所以说 Hexedit 你看到他就会 从 这边是 Memory的位置 我们在 在课程上有稍微再讲一下 那这是什么这是他的 位置下面的内容 这位置然后下面的内容 所以你看他 他这个第0个byte 第1个byte 第2个byte 第3个byte 第4个byte 第4个byte内容是 EF是16进位数字 所以这同学可以 参考一下 好那所谓Machine code也是编码 所以实际上都是16进位数字 所以你会用PSPAD 去讲去编辑你这个 ESE档 所以 很有趣啊 比如说 但当然没办法去讲 没办法直接去 写太复杂的 的那个程式 他一般我们就 故意去印出不同的文字而已啊 就是 Printf的概念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 PSPAD 然后去讲去编辑ESE档之后呢 去更改内容 那当然 你那些什么 什么MOV moveData到什么 AH多少那些东西 指令 指令码的这个编辑蛮困难 但是你后面那些Data 比如他印出来的文字那些文字你可以改一改 那你可以使用什么使用DOSBOX 因为 这边的ESE档是16进位了 那你现在只能用模拟器 那么这模拟器跟现在你 在Windows 10里面看到这个 这个DOS算是不一样 那个这个DOS式装是 Windows 10里面DOS式装是 32位元的程式 32位元的ESE档 所以他整个指令码 数字对应到指令编码都不一样 所以没办法执行那个 16进位的这个ESE档 所以你要去下载 就有点像那个任天堂的模拟器 你可以在电脑里面 跑意思一样 那这个DOSBOX就是 早期16进位的 所以你看这个16进位的这个程式码 就在X86结构 所以你知道就那一代的 CPU跟 跟那些程式发展影响了后面很大 16进位的 这个程式的发展 然后 后面32进位其实都有延伸 16进位 只是他 后来编码有点不一样 没办法跑旧的 好那他这个这个DOSBOX 其实是那个 类似UNIX Linux的这个使用方式啊 所以你要 有一些 指令 要去mount他 就是把 硬碟 把它接上 接上他的一些档案的概念 好那详细的我们会 后面再有机会再 拍另外一个影片 去介绍 比如说你呼叫出来 看起来像一个DOS式窗 然后在里面你 你是可以 一样是可以讲 一样是可以去 使用一些DOS的指令啊 然后另外你可以 自己去编辑你的ES1档 然后run出来答案会不一样 好那样 好那样 好那样